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狼队玲珑 大家好 我是狼队影子 大家好 我是狼队救援 大家好 我是狼队一 好的 今天呢 借着对于狼队来说 这一个大喜之日啊 也是让我们采访期稍微热闹一下 首先 那就从那边开始吧 问一下小一 小一刚才在台下 看自己道具组的兄弟们比赛 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挺激动的吧 很兴奋 是吗 对 刚才对于自己场上兄弟的发挥 怎么评价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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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狠在前面 要不要再增加一些其他的修士词 很强 很棒 很强 很棒 反正地黑就完事了 非常满意 然后接下来下一位 旧言 其实这一届啊 对于旧言来说 我觉得不只是队友的变化 也是位置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还是想问一句 一个赛系打下来了 和林龙 影子 小一搭档的感觉怎么样 很索 很索 和林龙的赛度合体 有没有让自己的全部能力 完全地解开封印呢 解开了 解开了是吗 那后面也期待着你的严实辅助 加上严实捕位 加上严实丁炮 好吧 再加点影子 影子作为对内的大脑啊 刚才在第二轮道具赛的时候 其实也是面临了一些挑战 在2G连锥4分的情况下 当时有没有和队友有一些交流 有啊 我感觉2比4的时候能翻 能翻 对 能翻 对 就说了这两个字 简简单单的是吧 当时的心情有没有受到一些 小的影响了 有一点吧 但调整过来 嗯 调整得非常快啊 现在来丁龙 龙哥啊 对于总决赛这个舞台 其实是刚好阔别一年 怀不怀念这个舞台 总决赛的舞台 什么 总决赛的舞台 刚好阔别一年 怀不怀念这个总决赛的舞台 啊 啊 很怀念 哦 很怀念啊 行啊 没事啊 大家理解一下 这个是把所有的脑子 已经全部用到听指挥上了 刚才表现的也非常的好啊 来大家掌声送给我们丁龙好吧 表现非常出色 想问一下丁龙 这个赛期打的爽不爽 跑的爽不爽 非常爽 非常爽 感谢谁 感谢谁 感谢我的队友还有教练 感谢你的队友还有教练 感谢你的队友还有教练 好好好 下一个吧 这个主要是咱俩再聊一会儿的话 今天我觉得拖到12点啊 得把这种结果完了 来家来教练啊 不要教练 觉得自己在这一届的教练生涯啊 也是面临那些新的挑战 因为队员变化了很多 自己对于这个挑战 从而收获到的结果还满意吗 还没结束啊 还没结束 现在的话确实还没结束 你现在不够满意 我没办法回答你啊 也行啊 你这个非常非常严谨 那觉得 从这个赛季开始 一直到现在 已经拿到第一张主演赛的门票 自己的这群孩子们表现如何 自己的这群选手们表现如何 我觉得还得再练吧 还得再练 孩子再练 因为还没结束 兄弟们 觉得狼队现在所有的选手 选手是嗨得练还是MVP 好 嗨得练啊 那个跟随教练的脚步 当然我觉得选手的表现都非常好 不过我觉得还可以更上一层楼吧 还可以更上一层楼 对 还可以更上一层楼 那这个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让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留在这一次的春学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下一边 阿生 阿生啊 其实 刚才对于你的一些表现 我都是能猜得到的 能在这个采访席上给大家模仿一下 你刚才看到最后充现的那一刻 拿到了总结赛的第一张门票 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举动吗 没什么感觉啊 真的假的 我在练图啊 你在练图 随时准备着是吗 其实还是想问一下阿生啊 其实对于 这一个赛季 包括去年加入的沈 这一个赛季呢 沈和你是成为了一个常规的轮换 你们两兄弟 如交似习 盛似亲兄弟 对于沈季后赛的发挥 有没有什么评价 还得练 还得练 行 那这样吧 对于沈来说还得练 对于你来说啊 你也跟着沈一起练 好吧 更得练了 好好陪着他 一起练就不孤独了 接下来沈 小沈啊 今天也是接收到了 RSG兄弟们的一些喊话 在二维抢戏首轮对战到小玉 觉得自己有没有受到一些挑战呢 挑战很大 挑战很大 主要在哪方面 压力局啊 这头像一直在后面 很吓人的 所以也得练啊 即使挑战赛 其实对于你来说 沈如神一般的存在 但是也是在今天 遭遇了一个滑铁炉 是本赛季的一个 即使赛的首败 当时对于自己二维的心态 会有一些影响吗 没什么影响吗 没有什么影响 就像最后一局 清元春发挥如此稳定的一样 当时有没有上新率 上没 应该上到 160了吧 有还简单猜一下啊 没有你想的那么高 不过也能看出来相较于 过往的比赛来说 应该是更加刺激了对不对 对啊 没关系 后面的比赛还要更刺激 接下来久等了牛亲 哎呀 对于大魔王来说啊 其实这一个赛季啊 感觉也被 沈给这个惯坏了 基本上 对于竞速模式 首图 首图是什么 反正是沈说了算了 对于这场比赛 突然间 这个说了算的图没了 会不会有一些不习惯的 不会吧 因为这种东西 本来 因为之前都把把赢了 也不能说 是吧 反正用一句东北话来说 这孩子十冠 就是 不不不只是十个冠军 那个十冠啊 就是值得被冠着啊 好吧 那接下来呢 还想问一下您请 觉得2024年 今年春一赛的自己 相当于过往来说 你的心境上 有没有什么变化 嗯 重新开始吧 你有点严肃了 我是看了你直播的 很多回放以后 我想问你 对于你的心境 有没有什么变化 嗯 就 又 就有点小挫折吧 直播 直播 对 你直播那个 像独男属性啊 包括这个有一些 比较爆棚的效果呀 大家也发现了 你另一方面的 一些潜质啊 觉得在这一方面 自己今年有没有 一些变化 嗯 读奶方面 还是跟你学的比较多 然后直播效果方面 还是跟旁边的 两位兄弟 学的比较多 行啊 反正到处都是师傅啊 可以好好的去学习啊 从而在多个领域 充分的去发挥自己 而对于今天比赛 我们仍然看到了 有非常非常多狼队的粉丝们 来到现场去支持你们 相信在6月15号 我们泰仓体育馆 仍然会有非常非常多 狼队的粉丝们 前来支持你们 有没有什么话 想要对现场 以及未来即将到来 总决赛的粉丝们 要说 嗯 希望今年还能带你们 看金色的雨吧 好 就是这一个简单的约定 一年又一年 一届又一届 也让我们共同期待着 这一届狼队在总决赛的 精彩发挥 同时再次提醒大家 大家呢 也千万不要忘了 尤其是狼队的粉丝 现在狼队已经进入到总决赛了 提前订好6月6日中午12点的闹钟 提前下载好同城旅行APP 准备开始奖票 让我们6月15日相约 太仓春节 见证狼队能否冲刺第11贯 好也再次恭喜狼队 能够拿到第一张总决赛的门票 期待你们在总决赛的精彩表现 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姐姐说起